最近有另外一個國民姐夫 在你們不在的時候 頂著光頭很暢秋 他們是很美好的愛情 美好的愛情 相隔20年的愛情 真的很美好 然後我知道很多女生朋友 都非常非常的羨慕 我覺得他們的美好的愛情 應該給到很多人鼓勵 然後告訴大家要努力去 抓住幸福 擁抱心 在Follow 有 那會不會擔心國民姐夫的風采 我老公不會被搶走就好啦 當然我覺得兩人在一起 一定會有一些有時候 意見不太一樣的時候 跟目前為止我們 就是都沒有吵過架 怎麼可能 到現在都沒有吵過架 可能因為我真的日文不夠好 所以你想要吵就覺得 那個很難講 還要用Google 很難講就算了 對 乾脆就算了 對 冷靜一下就算了 冷靜下來 可是那個氣氛凝結的時候 你們怎麼做 所以我自己和先生有一個約定 我跟他講 有些我可能表達不出來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允許我在我們有這樣的情緒的時候 讓我牽著你的手 讓我至少摸到你的手 我覺得你一定會知道 我們沒有想要傷害彼此 當你感受到對方的溫度 我覺得那一切事情都可以過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為止的約定 所以也因為這個約定 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們都很快速的可以讓它過去 太棒了 真的 孝婷記者問說 士林姐姐跟姐夫 有沒有關心台灣演藝圈的動態 因為最近有另外一個國民姐夫 在你們不在的時候 頂著光頭很暢秋 暢秋是我家的啦 因為秋天嘛 這確實也是 以前我們的國民姐夫只有一個 怎麼突然間這幾個月變兩個 趁你們不在的時候 搶了很多版面 請問你有follow這個新聞嗎 有什麼回應嗎 他們是很美好的愛情 美好的愛情 相隔20年的愛情 真的很美好 然後我知道很多女生朋友 都非常非常的羨慕 我覺得他們的美好愛情 應該給到很多人鼓勵 然後告訴大家要努力去抓住幸福 擁抱幸福 我覺得很好 有在follow 有有 那會不會擔心國民姐夫的風采 你也知道他很亮的 就說 我老公不會被搶走就好了 對嘛 風采那個無所謂 我們大氣了 無所謂 大家一起共享共榮共好嘛 老公不會被搶走就好了 就好了 風采被搶走沒有關係的 其他不擔心 好 他老公後天就會付出了 很快就會回到舞台上 要來拼一下 好 呀 好吧 我們再ե私 改變 馬無 quais 在 explores 各 跟… 開民 produit 從 橫 削